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学法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咱们继续学习NodeJS 今天咱们的标题是 大家请看 简单的Web服务器 换句话说 今天咱们要用NodeJS来开发一个Web Server 阿帕奇 是吧 Tomcat 咱们也开发一个试试看 看他能不能开发 肯定能吧 对吧 好咱们看一下今天的知识点 就一个HTTP的内置模块 为什么说咱能开发 不是说咱编码就多厉害 是说NodeJS它默认的API 给咱们提供了HTTP的功能 咱们只要使用它的HTTP的模块 就能够简单的开发一个Web服务器 这个操作的简单的文档 大家请看这个URL 有兴趣朋友可以去看一看 但是不看也行 为什么 因为我把这个URL拷贝过来了 就下面这个 咱们看一下 咱们看一下现在实战演习 不难 首先说 但是我一行还得给你解释一下 这NodeJS该怎么使 使啊 虽然是材料交本 但是API是和Web Browser的API 截然不同 咱们看啊 首先说 这第一行 这第一行什么意思 我这是一个Const 什么意思 长量 不许改变 然后呢 后面这个HTTP什么意思 变量名 它等于什么 等于一个Require Require什么意思 Require是引用系统包 系统模块 或者说第三方模块的命令 叫做Require 相当于Incrued 相当于Java里面的Import 就这么一个概念啊 那Require是谁 Require是HTTP 两边刷一号 当然这单一号 刷一号也行 就是换句话说 我引用了系统给我提供的HTTP模块 这么一行语句就能搞定 结束啊 好 咱们再往下看啊 接下来我定义两个长量 COST长量 你说我不定长量 变量行不行 我说挖行不行 张照脚本当然可以了 但是这两个 咱们定义完尽量别改变 你IP你变了 能不能服气乱了吗 对吧 所以我这地方呢 推荐您用长量 用变量行不行 挖行不行 OK没问题 完全没有问题 好咱们看啊 我定义长量叫什么 主机名 这我起的不好 应该叫做IP 因为后某是IP嘛 对不对 但无所谓了 主机名是咱们本地的IP地址 127.0.0.1 端口号 咱们vive server都要有端口号吗 一般是80 对吧 但是咱们测试时 一般不用80 用多少8080也行 8081也行 无所谓 我这儿用个3000 没有问题吧 端口号随便定 对不对 只要大于1024 这个端号您随便定 都无所谓 好 接下来就重要了 就这句话 什么意思 首先说 我控制定义一个服务器的变量 或者说 叫服务器变量容易产生其异 就说 我定义一个变量 就完了 你别 是不是server 是不是服务器 没关系 我定义变量AA这也行 我背我这敲AA 行不行 完全一样 完全没问题 但为了咱们好记 叫server 其实它就是一个普通的扎扎变量 这变量值是什么 大家注意看 是这个 http模块的变量 的一个方法 它点 在这地方 它给咱实力化了一个http的服务器 这服务器呢 有一个参数 request 还有一个这个response 肯定吗 如果编码都知道 肯定咱们有个request 接收到这个用户的参数 然后response 把执行结果返回给用户端 对吧 none.js也是一样 一个request参数 一个response参数 然后这里面 是这个http服务器的代码 非常的简单 首先说 咱们response这个变量的一个状态代码是200 什么意思 执行成功吧 对吧 如果这个文件被找到呢 404 服务器人错误呢 500 对吧 咱们默认 咱们先简单的htt服务器 咱先不写复杂了 所以这呢 是200 换句话说 您的这次请求 我成功给您应答 没有问题吧 这是http的代码的状态代码 好 第二行 我要在我的http头里面设置一个头信息 什么信息 大家请看 内容类型 这个呢 是http传输协议给咱们规定的 就得这么写 不能改 好不好 这是死的 记住它 什么类型 咱们可以是文本 可以是html 可以是json 可以是二进制 都无所谓 但是咱们接下来的例子中是纯文本类型 那么好 咱们给这个客户端进行refund refund的内容是什么 就下出句话咯 看咯 refund 点 按的 按的什么 一个helloware的 也就是说 当用户访问咱们写的这个服务器的时候 将会在它的浏览器里面打上一个helloware的 这就是咱们最最最简单的http服务器的代码 就这么算好 搞定了 好 那这服务器这个这个server这个变量该怎么使呢 是咱们接下来的最后这个部分啊 我server有个点方法 换句话说 我这服务器的定义已经完了 那么他让它怎么运行呢 大注意看 我这有一个listen的方法 或者叫做事件也行啊 方法 这个方法的参数 首先说传入一个端口号 我真听哪个端口 然后呢 我真听哪个主机 没问题吧 然后就待机待命了 就完了 当然了 他会在控制台上输入这么一句话嘛 说明这个服务器已经运行 就结束了 咱们执行完这个代码之后 咱们随便开软件 敲上这个ip 外加这个端口号 就能够执行服务器端代码 给咱们提供这个逻辑 Hello world 好 咱们空口无评 马上试一下 我在这建一个文件 咱们叫my server 可以吧 有点吹了 my server 试一下 我把这个代码 咱们原封不动的烤过来 好 咱们运行一下 咱们不能光说不亮 我开一个控制台 DAR 看它一下 在了吧 node 空格 my server 回车 诶 大家请看 服务器运行在http.300 什么意思 这行代码不是说 node.js内部给它输出的 为什么 是我这输出的 大家请看 是我这行代码输出的 说明什么 说明咱们这个server的对象 已经开始真听这个ip这个端口了 那么咱们只要访问这个ip这个端口 就能够执行这一段服务器的逻辑 试一下 我现在开一个这个browser 大家注意看 这是我的这个官网 有心理朋友可以来上来看一看 不过现在内容还比较少 我以后我可能会越来越丰富它 好 试试啊 这个广告做完了 其实我没什么广告 我这个我这个网站没有广告 试试啊 三千 对吧 go 哎 大家看 怎么样 我是执行的ip 这个代码输出了Hello World了吧 在这呢吧 好 我现在打开检证 看一下这个 稍等 我再刷一下 好 看这出来了 然后呢 状态也 哎 这状态怎么看 这儿 嗨点 是200吗 对不对 大家请看 没有问题吧 它也没问题了 那说我改一下 你这个是不是真的你的这个代码器的作用 我不信 没关系啊 比如说咱不叫Hello World了 行不行 咱们叫这个Hello Node The Jazz World 这没问题吧 这会改了吧 好 咱们再运行啊 哎 比如说我不运行 不运行 我访问这个127.3000怎么样 试试啊 F5刷新啊 注意看啊 没有嘛 后来 报错了 看了 错了 稀里哗啦 对吧 好 那咱们再运行 好 咱们再刷新 出来了吧 稍等一下 稍等一下 我看一下 这个地方应该是运行 但是它好像有cash 我再重新开一个窗口 实在不好意思 它哪是Hello World的呢 Hello Node Jazz World的了 不好意思啊 我加错了 我怎么不加这个GS 我加到那边去了 我加到我的客县里去了 实在不好意思 我当时一身冷汗 好 咱们再出现试一下 实在抱歉 实在抱歉 好 咱们再来 有时这个工作中啊 是容易有些失误啊 这个就跟咱们编程有bug一样 这个确实是需要避免啊 大家请看 已经出来了 说明我的代码 执行成功吗 对不对 OK 最后还犯了点小错误啊 实在是抱歉 今天呢 就是简单的 利用Nordal Jazz呢 咱们开发了一个http的服务器 Apa期 非常的简单 但这个地方呢 咱们还可以再更多的细化 比如说用户访问什么文件 访问什么图片 咱们该怎么处理 是可以做的更细更细致 但是那就是非常专业的问题了 有兴趣朋友呢 可以在这个地方深挖一下啊 好 以上呢 就是今天我给您分享的所有的内容 不知您听了没有啊 应该不是很难 今天代码呢 我会放到看中国 今天视频呢 会放到YouTube 优酷呢 供您观看 推荐您使用YouTube 好 那咱们下个视频再见吧 拜拜